Hello大家好 这里是专王老师 今天给大家开箱的是这双361度的Lava OK在今天的视频正是开始之前 不忘提供各位新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忘点赞加关注 老观众咱们一键三个银 再接着往下看 还是先来看到它的颜值吧 兄弟们觉得这一双Lava帅不帅呢 如果觉得好看的可以扣一锅一 如果觉得不好看扣二 如果觉得中规中矩 我们就扣一锅三 跟前一段时间我们开箱的禅三一样 这两双鞋我认为整体的颜值都还不错 而两双球鞋最帅最帅的地方 都莫过于它的后跟大屁屁这个地方 禅三的翘臀有点像宇宙战舰的味道 而这双Lava 鞋如其名 后跟就非常像火山喷发的熔岩 以及鞋底的配色 像岩浆坑一样的纹路 都是契合着这双球鞋的主题 那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到 这双球鞋各方面的细节 以及我出上脚最后的体验 从我们的鞋面看起 它的主体材料是网面 看似非常的透气 不过用手摸进去 可以感受到内层有着比较厚的海绵填充 再一个的话 鞋舌这个地方的设计 也是跟目前国产主流的透气轻薄的鞋舌 完全不一样 它的整个鞋舌 里面的海绵加厚的非常非常的厚 透气性方面是真的没得看 不过对于我这样的高脚背 整个鞋舌的加厚 无疑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刚才我说到鞋身的主体是网面 那么在需要加长的地方 是做出了热压的处理 包括我们弹幕脚趾上方 需要防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是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加硬处理 整个刚性非常的到位 然后在两只鞋的这个位置 都有一个数字三 在侧面需要支撑的地方 也是有着这个强度 非常不错的压处理 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侧面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高于我们鞋面的上包 以及从球鞋最前端 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是将外侧的中底材料 完全给包住了 可以说这是一个 让人非常有安全感的前掌设计 那么跟禅三出现比较类似的情况就是 A 它的前掌外侧上包的橡胶 对于宽脚的用户来说 会有一定的夹脚情况 不过我认为它比禅三好在哪 它的整个底子 也就是它的基底 比禅三要更宽一些 我作为一个宽脚的用户 禅三这双鞋除了说前掌让我夹脚 让我舒适度方面不足之外 我认为它的整个底 甚至要比我的这么一个大宽脚的底 还要更窄一些 就导致了前掌会出现一个不太稳定的情况 而这双Lava则没有这样的问题 单纯的只是外侧橡胶的上包比较硬质 舒适度方面有所欠缺 当然了如果你是正脚人或者是瘦脚的朋友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往上来看到鞋带系统A 设计的还是花样比较多的 前两组的鞋带扣跟禅三有点像 都是相比于其他的鞋带孔 有一个明显的加宽 能够使我们调节到更大面积的鞋面 然后中间的三组采用到了动态飞线的设计 然后最上端的鞋带孔就再次回到我们普通鞋带孔的央视 这双鞋的包裹在试完之后我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提出两个小小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在做一个这种向前的 不管是往前走还是往前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我能明显感觉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是比静态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更加明显的卡脚现象 当然了这样的情况很可能跟我自身的脚型有关系 不代表各位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后跟略微的滑动情况 我也尝试了最后一个鞋带孔 从内往外以及从外往内两种绑腹的形式 都没有办法解决掉后跟略微有滑动的问题 再接着我们来看到它的中底全场的Q弹超科技 这个像熔岩一样的TPO 我先不说我们留到灯火后跟的稳定性方面一并来说 首先这双球鞋的整体中底脚感相比于前段时间的长三 要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软弹 这个点是不是毫无疑问的 我对于这整双球鞋中底比较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集中在它的后跟 我认为这双球鞋后跟的稳定性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是后跟这个位置肉眼可见材料的厚度 整体重型依旧是处于一个偏高的状态 看似外侧是有这样一块环绕型的TPO 控制住了一定面积的中底材料 不过它也仅限于上端的这三分之一 下端的三分之二是没有人控制它的 在我上脚之前 其实我一度认为这双球鞋后跟的稳定性没有问题 因为除了上面的这样的一块印制TPO之外 下端的这么一个外底材料也是有上包 也就是说上下各有三分之一的中底材料被控制住了 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 你中间流出三分之一给我来进行一定量的形变释放 我觉得合情合理保证了脚感的同时 稳定性也有保障 不过是我想当然了 在我试穿之后 我的感受是 它在设计外底材料上包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对于脚感有了一定的妥协 这个外底材料的上包强度非常的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 低到就是它上不上包 没什么区别这么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采后跟的时候 这个中底材料的形变 形变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中底材料的形变量是可以直接把这个外底的上包 这个部分给吞噬掉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以后跟某一个角度落地的时候 这个外底材料是没有办法帮助控制芯片的 上台的TPO虽然硬度很棒 但是原水解不了进口 它管不到下边 下边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容易翻身侧翻的状态 这个感受让我想起了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试穿了一下当时的闪现三代的一个样品 也是类似的问题 TPU包住的上半段下半段的太起材料 还是非常容易跟地面发生直接的接触 不过据说从那之后 闪现三代有着非常大的改进 那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因为目前我没有拿到这双鞋 那这双球鞋的开箱分享以及实战体验呢 预计是这个月的月中给大家带来 讲361怎么讲讲讲到时刻去了 不管了我们看回这双球鞋 刚刚说了后跟的稳定性 我认为存在一定的问题 不过呢 它的整个缓震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 我个人推荐190斤以下的兄弟 这双球鞋都能拿捏 最后我们来看到它的外底 刚才说了 像一个一个熔岩坑一样的外底纹路 配合上厚度比较不错的外底橡胶 我有看那个Z哥跟361副总这边这一期节目 我记得他说这个外底是能够造败场的 说真的这个外底的纹路 这个质感我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OK那么这一双361度的Lava的开箱 以及五天分享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大家还有什么想讨论呢 都可以在弹幕后评论